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x2 今天帶來這個無限之戰的精彩比賽 32強的晉級賽 這一場是由我們的好朋友,路瑤跟格莎 然後對上我們這個AS1 這場比賽也是非常的刺激 AS1聽說是我們這個陸服的大佬 我們這個玩過陸服的這個高手 要來對上我們這個孤兒三寶團 這場比賽也是非常的精彩 這個AS1運用 第一場運用出的這個三角戰術 大家可以等一下在比賽中來看一下 那我們馬上進入我們這個選角畫面 首先由我們這個孤兒三寶團 來做這個首選 這邊我覺得他們第一場算是有一個小小的失誤 他們居然是首選青田 而不是首選魚住 因為你首選這個青田的狀態下呢 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拿魚住的話會不好發揮 對面會把魚住搶走 但是這邊很奇怪喔 對面居然沒有把魚住給搶走 他直接放了這個魚住出來 結果這邊更奇怪的是 個時他居然沒有再選這個魚住下去 非常的可惜啊 我覺得他們第一場是輸在這邊 因為其實青田在沒有魚住的情況下呢 其實相對的是非常難發揮的喔 你就只能 因為你沒有那個魚住的假活生船 可以去做一個跳扣動作 但是他們這一場這邊補上了一個藤真啊 他們可能是要運用這個藤真的這個 假活生船去讓這個青田去做一個跳扣動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他們這對AS1呢 他們是選出了仙道 內藤跟花形啊 好那我們第一場呢 我們可以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這個AS1他們的打法 我覺得非常的 非常的 特別啊 他們就是使用一個三角的戰術 好的 我們的比賽開始吧 我們第一場來看到這個 跳球啊 跳球的內藤非常強啊 這個基本上 這個跳球應該是跳不贏啦 但是居然這個跳球啊 居然被這個赤部給跳到喔 太強了吧 不愧是我們個死也算是我們這個冠狼高手排位的 非常強悍的中風啊 好 我們第一球直接清田一個慢速的這個拉桿上來 先取得了這個兩分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AS1的打法喔 他們就是一左一右 有沒有看到 他們站得超級開的 然後由這個仙道呢 去代球 由仙道去代球 從中間呢 去做一個分球的動作啊 那其實他們基本上他們第一球 第一場遇到亂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有一點被這個三角戰術 給這個 給這個打垮了 一瞬間不知道怎麼處理 有沒有看到他們花型站左邊 內藤站右邊啊 然後呢 因為變成說你的赤木只能站在內線啊 你赤木 因為跑得很慢 然後不知道要去協防哪邊 然後他們想說 啊這個內藤我也要守啊 這個花型有沒有 這個花型出現空檔了有沒有 就是直接一個三角戰術啊 其實呢後來我也想一下 這個要破解方法是什麼 破解方法 如果就是你赤木 如果是一樣要站在內線去搶一個藍板的時候 那個內藤就直接放著 不要理他 但是花型不能不守啊 花型不能不守你知道嗎 因為花型他 中頭也是很準的啊 所以你花型如果 如果放他空檔 他會一直給你進球啊 這邊一個騎馬射箭 直接一個空位啊 所以呢這邊他們 我覺得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內藤啊你們就不要理他 因為其實你們知道內藤他的 中頭命中率就算是空位啊 也是很容易補進啊 所以你不用再去調派一個人員 去守內藤 因為這樣子會變成說 你另外兩邊啊 因為赤木是站在籃下的情況下 變成說你另外兩邊 你要一個藤 一個藤真去守仙道 加花型怎麼可能嘛 對不對 他們這邊算是 比較可惜啊 打出了一個威力啊 他們第一場表現 其實我覺得算非常 很不好 因為剛剛 這個清田在沒有搭配魚住的情況下 他剛剛是去接那個 藤真的這個假托生船 然後去做一個跳扣動作 這個差在哪裡呢 你會問我說差在哪裡 當然是他在 他直接接藤真的這個假托生船 去做一個跳扣動作的時候 他們藤底下的中鋒 是可以直接單純去蓋你的跳扣就好 蓋你的跳扣就好 抱歉那個煙抽太多啊 有點卡彈啊 大家見諒一下 因為你沒有使用魚住的情況下 變成說他們就專心蓋你的跳扣就好 他們 不用再去跳 沒有魚住可以跳 他們藤底下的中鋒 就直接專心的跳 跳你的跳扣就好 所以你跳扣被蓋的基金會很大 會很大 所以他其實剛剛最後他沒有 對面不僅沒有搶魚住 結果連個石他們這一隊 他們也沒有拿下魚住啊 我覺得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啊 變成說清田比較不好發揮啊 所以他剛剛就是第一個跳扣 接了藤真的假托生船 使用跳扣直接被蓋下來之後 後面就不太敢去做使用 我覺得這樣就變得比較可惜 那這邊呢 一個騎馬射箭 嚴重感擾但是 這個赤木剛剛去寫訪這個騎馬射箭啊 所以這個藍板被拿走 好這邊先到一個二段拉桿 直接被赤木給發現了 蓋了下來 你們會發現 他們直接是拉一個一左一右 內線是只留赤木一個 所以變成說 你先到進去如果他打內線的話 他其實是很好打的 因為你內線只有赤木一個嘛 所以你只能拆仙道會一段還是二段 你只能跳一個 如果沒有人的斜坊的狀態下呢 你很容易被仙道去拿分了 所以其實呢 後來我覺得這個陣容的情況下呢 就是不要離內藤就好了 不要離內藤 這邊變成他們進攻壓力其實相對的 會來的大一點 好這時候仙道開了一個大絕 沒有蓋到啊 沒有蓋到 這邊他們的 前面有點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這個三角戰術啊 所以前面目前呢是落後五分的情況 落後五分的情況 好這邊 藤真一個想要投三分 結果傳太遠了 傳到赤木那邊直接做一個掉球啊 因為中鋒他的傳控比較低啊 很容易掉球啊 那這邊有一個失誤啊 仙道他直接這個一段果凍上籃 拿下一分 這邊算反應有點慢啊 你們仙道呢 他如果是在內線呢 使用果凍上籃的話 他會直接上籃 瞬間起跳完成上籃 那如果仙道他是在比較外面的 大概靠近 像現在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彈跳果凍啊 仙道如果他在比較靠近這個 罰球線的地方呢 使用果凍上籃的時候 會先觸發一個 彈跳果凍 然後才會 上 完成上籃動作啊 所以你們以後在 防守仙道的部分啊 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他到底是 在外面 先彈跳果凍呢 還是在裡面 他在裡面的話你就要直接跳 因為他在裡面的話 就會直接 完成那個上籃動作 好這邊花型開一個大絕 花型大絲 超級超級難蓋的 想要徒手蓋 基本上是很難很難啊 好他們這邊 算是遇到一個亂流啊 比數直接被拉開啊 剩下37秒的時間 我看這兩隻沒救 但是這邊投進了一個關鍵的3分球 比數剩下 差到4分 這球如果防守下來的話 還是有機會的喔 他們三角戰術的優勢在哪裡啊 優勢在仙道 他在一個 他在衛模式的時候啊 仙道可以開啟一個 超快速的傳球啊 有時候覺得說 仙道為什麼傳球這麼快 因為他在衛模式的話 他有一個速傳啊 所以呢 他打三角戰術的時候 變成說你要去 仙道一個速傳的時候 你要去血防的時候 常常會來不及 會製造出一個空檔啊 會製造出一個空檔啊 你會看到這邊 其實 其實他們一直打一個左右左右的啊 變成說 還會讓你說 你不知道要防守誰 不知道要防守誰啊 所以這個 這個打法 其實我們以前在排位賽的時候 也是遇過 也是不會處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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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被人家打爆啊 後來就研究一下 其實這個 內藤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不要理他就好了 因為基本上他們這一隊 他們的籃板 他們的中鋒是選四母 他們的籃板是比較強的 所以那內藤就算投了 也不一定會進啊 這邊很可惜啊 三分隱恨啊 因為他們前面我覺得 有一點點失誤啊 不會去處理這個 不會去處理這個 三角戰術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場比賽 好的 那第一場就是由我們S1 先拔得頭醜啊 好 這一場如果S1他們在贏的話呢 他們就可以拿下 這個晉級賽的勝利啊 好那這一場 S1的部分呢 一樣是首選的這個仙道 因為這個夜毛子 好像應該是指揮丸仙道 那對面的部分呢 他們一樣選擇要出了這個清田 那這一場他們會不會選擇去 搭配一個 魚猴呢 搭配一個魚猴 好 那看來呢 這個S1要打算用一樣的陣容 去打一個三角戰術啊 好 因為他們發現剛剛他們其實 不太會處理這個三角戰術 好那這邊呢 個時他這一場 絕乖啦 絕乖啦 終於拿下魚柱啦 要搭配一個魚猴陣啊 再搭配一個藤陣啊 這個陣容 我覺得就是相對的會比較晚 因為 其實如果你 用魚猴的話 光魚猴就會很 讓人很難去處理他的進攻 然後又搭配了一個藤陣啊 那對面的部分呢 他們是只有一個仙道 然後再搭配一個 花形跟內斤 他們的藍板其實是比較偏弱的 其實是比較偏弱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呢 他們是有沒有辦法去處理他們的這個三角戰術啊 我覺得是 看他們在第一場的部分有沒有學乖啊 有沒有學到教訓啊 其實那個內藤你根本就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好我們來看一下跳球 跳球這個內藤又跳輸了 這個各時跳球是有點強啊 而且魚猴跟赤木都跳贏這個內藤啊 因為內藤他天賦有個跳球啊 真的很強 好我們看藍板 被魚猴給搶到 好一個假活生傳出去 直接一個扛著干擾的藤陣三分球啊 直接進啊 這個算是有點曬進了 算是有點曬進 因為藤陣基本上現在他被干擾的話 他三分球的命中其實是偏低的 那這邊很可惜 但是有補到一個干擾 差一點被他控位啊 好這邊 這個內藤啊 守住這個藤陣啊 其實內藤的防守很強 跟長輪傳差不多 他主攻高度跟範圍都很高啊 所以其實這邊 喔這邊直接被晃倒 直接被晃倒 控位但是三分球沒進很可惜啊 但是這邊 哇這個控位 但是這個藤陣掉球啊太遠了啊 太遠了啊 很可惜啊 不然我看那顆又是一個三分球啊 這邊先到要進攻 他們一樣是打一個三角戰術喔 一樣是打一個三角戰術喔 那你會看到這個藤陣這時候學乖了 他那邊斜防 準備 他如果把球傳給花型的話 他就要去這個 去防守他 這邊直接被這個花型接一個騎馬車鍵 拿下兩分 現在比數來到了2比3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藤陣很想撤三分啊 好 這個假活生傳給這個清田做一個慢速上籃 我會覺得清田他如果要速接上籃的話 還是用那個慢速的比較不會被改 慢速的比較不會被改 好這邊他們一樣打了一個左右 打一個左右 那先到直接進去 用一個彈跳果凍的一段上籃 又拿了兩分 比數目前來到4比5 哇塑這個很刺激喔 很刺激喔 這一場個子他們的壓力跟路搖 他們的壓力很大喔 壓力很大喔 這邊一樣又一個慢速上籃 看來對面是沒學乖啊 連續被吃了兩球 這個慢速上來了 好這個先到用一個速傳傳給右邊 這時候左邊很努力在跑空檔 又跑到一個空檔 但是有補到一個干擾 又補到干擾 可以 他這個就是 因為他來不及過去蓋火鍋了 他就走過去按 丁防按住 丁防按住的話 就會觸發這個干擾 所以你們有時候如果 真的來不及過去要補這個 蓋火鍋的話 就走過去丁防按著就好了 就會產生干擾 然後這邊看到 其實有沒有發現 內藤的空位就不會進啦 不會進啦 但是第二球就要守啦 第二球就會進啦 空位 這邊接了一個 跳扣 這個接這個藤正的假如生傳跳扣 這個DA 把球傳給DA 他這個 我也知道他是誰啊 有一起玩過 這個 這邊就算是一個失誤 因為他這球空位一定會進 他這個一定要過去補干擾 因為通常空位是二中一樣 第一球沒進第二球就會進 好這邊 這邊 仙道被晃倒 這邊很關鍵喔 仙道被晃倒 藤正直接又標了一個三分球 比數直接被拉開啊 這個有點算是絕望三分球啊 所以有時候在守藤正的時候 會覺得很麻煩 被他晃倒就完 就要被他射一個三分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這個就是傳控的重要 傳控太低 你就防守 真正就是 像我剛剛 像我剛剛講的啊 就是一直被射三分球 這邊就直接一個空位 這邊算是仙道一個失誤啊 就是仙道一個失誤啊 哇 這邊連續被射兩顆三分球啊 我對面士氣直接大增啊 這邊士氣大增 這邊士氣大增 好這邊 補一個後揚 被干擾 照進 那兩顆三分球 算是這個 讓他們士氣大增啊 那比數還是贏了五分 剩下一分半的時間啊 這邊 其實仙道是有大的喔 好這個清田 直接一個 灌籃就被蓋下來 好這邊 仙道又算是有一個失誤喔 仙道 這一場 算是這個 失誤很多啊 防守失誤很多 因為他一直放藤正控檔 他一直想要去 藍底下幫忙搶籃板還是怎樣 一直往藍底下鑽啊 變成說 藤正有去跑控檔啊 那他們 他們籃板又偏弱的情況下呢 他不應該讓藤正射這麼多三分球 算是防守有點點失誤 這邊慢速上籃 但是被對面蓋下來啦 仙道一個幻影突破 彈跳果凍 二段拉桿 又被蓋下來啊 好 藤正這邊 其實他這顆是可以投的 因為剛剛仙道已經有抄球了對不對 他其實這顆是可以投的 但是他是把球傳出去的 但是他們還是順利的拿下兩分 最後五十秒時間 這場應該是勝券在握啦 這場應該是可以把比數打到一比一啊 這場 四十五秒已經十分 這個追不到啦 追不到啦 對面但是 對面還是沒有放棄啊 還是沒有放棄啊 我覺得他們第一場 其實如果拿魚猴的話 就不會來得那麼難打 因為第一場他們 選了一個 對面 你選了清田 對面沒有搶你的魚住 你又不拿魚住 對不對 你又選了一個赤木 然後 然後 因為清田沒有魚住的話 我覺得 沒有來得那麼強 沒有來得那麼強 不好發揮 你跳夠的失誤率 會來得很高 所以第一場 我覺得他們算是有一點點選角的失誤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因為對面是 走一個內藤加花琴 所以如果選一個赤木的話 藍板應該會比較好搶 因為赤木的藍板比較強 魚住的話是搶到他的火鍋嘛 所以我覺得他們第一場想法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們第一場 如果選呂吼的話 應該就會跟這一場一樣 一樣的好打 那這一場的部分呢 我覺得是仙道的防守失誤 偏多 偏多 如果說真的被晃倒就沒辦法 對不對 沒有被晃倒的情況下 放這個藤真射了那麼多三分球 算是比較可惜 好 那我們緊接著 現在比數來到1比1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三場的這個比賽 好的 我們進入這個第三場的這個選角畫面 第三場 因為他第三 他這個第三場都是由這個裁判 去做一個指印幣的動作 看誰做我先選 那這一場是AS1先選 AS1 他們還是選了仙道 其實我覺得玩兩場了 他們應該知道對面不會玩仙道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邊就不 不應該再先選仙道 應該要先把魚住給拿下來 因為對面是會玩魚猴的情況下 你沒有 你沒有把魚住搶下來 好這邊 他們已經先選了魚住 剛剛他們 鹿窯他們這隊居然是先拿了藤真 因為其實鹿窯 他的man腳就是藤真 他其實也是很怕藤真被搶 所以他們這邊 這一場就是沒有 再拿出這個 拿出這個魚猴 魚住被對面搶走 對面知道 真的第二場 這樣吃下來不應該再放魚住給你們 所以他就把魚住給抓下來 但是這一場他們比較不一樣 他們配了一個長虎穿 配了一個長虎穿 然後不再用內藤了喔 那長虎穿跟內藤的差別在於說 長虎穿他的進攻能力會比內藤來得好 他有這個接床後車 他可以接仙道的假如生船 去做一個偷這個中路頭的部分 那這一場的話 魚住也是被對面 被S1給搶走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 目前是1比1 誰拿下這一場勝利 誰就可以晉級到這個 無限之戰的16強 來我們看一下跳球 跳球是個死拿手的 三場跳球都贏了 這場開局 就直接被射了一個三分球 哇這個 霧瑤今天是怎樣 潛能是 霧瑤的潛能我知道是300 所以你就不要放他空位啊 那第一球通常都沒辦法 但是第一球通常都不會進啊 所以他這一球進了 大家也是嚇到 我靠啊 這太賽了吧 通常第一球三分通常都不會進啊 好那這邊 長虎穿直接 被干擾沒進 然後籃板的部分 跳扣被蓋 好跳扣被蓋 好球全又回到這個 S1上面啊 好這邊一個 假活生傳 第二球 第一球剛剛被干擾沒進 第二球就進了 第二球就進了 二中一 那目前他們還是領先1分的情況 好這邊又出現一個空位 長虎穿被晃倒 長虎穿被晃倒 好直接又空位3分 右近一顆 直接6比2 這兩場這個 藤真是直接onfire 路遙直接onfire 路遙可能想 心裡想說 啊花那麼多錢搞錢人啊 總算是沒有白花對不對 好這邊一個灌籃被蓋 但是先到撿到球 先到一個 調整船 但是 哇 排球隊的是不是 排球隊了 先到這邊很可惜喔 他剛剛第一個被生 那個清廉就被他騙到了 他剛剛往右邊的時候是空檔 他居然沒有投球 但是他們還是順利拿下2分 但是他們現在是 不能再掉3分球啦 3分球掉2顆 你要追3顆2分球 才可以追回來啊 這邊又出現一個傳球失誤喔 很可惜喔 球犬又回到S1上面喔 看S1這一顆有沒有辦法 追回來 但是其實這邊 籃板的部分 赤木的籃板 會比魚住來的強很多 喔這邊一個三段的這個後側轉身 空位居然沒進啊 哇被系統制裁啊 被系統制裁啊 這邊一個這接一個慢速上來 這個 這個清廉很喜歡用慢速上來 他反而覺得 看你跳扣 怎麼一直被蓋啊 不然你用這個慢速上來 慢速上來也是有分一二段的 好那這邊 兩邊的防守其實都是來得很強 這邊 算是一個小小的失誤啊 藤真這個就是沒有 他沒有注意到這個 藏虎船在要求啊 注意一下藏虎船 你們在守藏虎船的時候 特別注意一下 藏虎船頭上如果出現要求的時候 隊友傳給他你就趕快往前衝啊 那跟他啊 他有機會蓋到 不然後側你就跟不上 會直接出現一個空位 好那這邊 又是一個空位三分 結果是一個落包 把把包 這邊 沒有時間啊 直接投啊 這個一定被蓋的 但是他們還是 個子他們還是領先兩分的情況齁 好來這邊 仙道進去一個甲頭真傳 傳給魚樹 這個超級甲頭真傳證啊 但是這個可惜 藏虎船扛著這個干擾啊 這邊這場我覺得很可惜的情況啊 就是說這個仙道啊 他其實進去的 他不太敢打 他一直把球都傳給藏虎船啊 他的籃板就 魚樹籃板就是一直搶不贏吃 他一直讓藏虎船扛著干擾去投球 因為投不進 球彈出來 籃板一直被赤木給搶走 所以這邊算是比較可惜的情況啊 因為 仙道的話 他應該要去 主宰的這場的進攻的 呃 他算是 主攻啊 那個算是主攻啊 有沒有 他進去就把球分出來 進去就把球分出來 他也不嘗試去 打一個中投 我覺得算是比較可惜的點 這邊魚樹已經有大囉 開啟一個綠光 直接鑽進去 空位 比數已經被拉開到了七分之多 哇這場已經被射了三顆三分球 三顆三分球 三顆三分球 藤真麻煩的地方就在這邊 三分的藤真麻煩就在這邊 他有三分能力 然後他跑得很快又很難守 你知道 每次遇到三分藤真 每次都被射爆 好這邊 直接接出一個 跳闊 再拿下兩分 17比10 現在時間剩下1分鐘 那基本上 一定有點難了 有點難了 這場也是一樣 被 被射了太多三分球 哇這仙道大絕直接被蓋 有沒有看到 哇這 太強了吧 仙道大絕直接徒手被蓋下來 其實仙道大絕算是好蓋的 算是好蓋的 這邊球又分出去 但是 就是 掌控場開大 直接把他的這個球 扒下來啊 這邊剩下4秒出手時間 哇 還是被扒 但是沒關係 他們這邊其實比數是贏很多 最後一個0秒出手 碰到籃板 沒進 但是籃板想輸了 他們這邊其實沒什麼壓力了 剩30秒 已經7分了 睡不到了 基本上這一場應該已經 已經是定數了 已經是個死他們贏了 這邊又出現一個 後側 沒進 有沒有發現這一場都是由這個 仙道呢 他把這個球 倒給這個長谷川 去做這個頂投啊 扛著干擾去投 但是他們籃板在輸 籃板輸的情況下 不應該 不應該一直去讓長谷川做這個頂投啊 我覺得算是 這一場比較可惜的地方 好我們看最後比賽結束 我們恭喜各時的孤兒三寶團 以這個 讓1追2啊 非常的精彩啊 直接 進擊 好我們最後來看一下第三場 這個數據表的部分 其實籃板呢 是差不多的 因為看到發現仙道 他 沒有拿下任何分數 他是0分啊 所以這邊 變成說他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他沒有 他沒有去打 他應該多嘗試去進攻啊 然後再來就是防守的部分 可能被稱射太多三分球啊 導致他們的分數分差一直被拉開 不然其實籃板是差不多的 籃板是差不多的 好那我們恭喜 這個孤兒三寶團 又晉級到了16強 那希望以後還有更多的這個 無限之戰的精彩比賽 可以帶給各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希望各位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